剛剛看完了必修題我們來看一下選修題 那選修的部分當然也是很重要的 幾個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無痕視視窗或者是隱私視窗 像剛剛您在安裝Google瀏覽器的時候他有沒有要求做一個登錄的動作 對不對有的有就是要求你登錄這個Google帳號 那 您可以考慮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你是公用電腦 你可能不見得信任他對不對 雖然我們這邊都會就是重新開機又還原 那麼第二個 如果你在你的朋友家 還是說在別人的電腦 辦公室別人電腦 你要登錄你要用自己的帳號登錄你會不會覺得改悠改悠 怪怪的嘛因為你有打過之後他就記得啊 那個 下拉選單就會出現啊 即使密碼沒有留著 但是還是會有一個那個清單在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可以考慮用說無痕視視窗 有看過CM的嗎 準過水無分啦 好那所以呢 你可以來這邊 你可能沒有注意過我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偵探在這裡 在這裡有沒有跟你們沒什麼一樣嘛 預設是這個那不管是 火湖不管是Google 還是IE他也有 IE也有只是你們沒有注意過而已 IE在哪裡在這邊 在這裡有一個安全性 這個我就先關掉看一下 這樣 這個地方安全性 有沒有叫implied的瀏覽 他就會有一段說明告訴你你在這裡的 這裡的 做的動作 他不會幫你記錄 也不會幫你追蹤你的那個所謂的瀏覽記錄 包括你輸入的那些帳號密碼 都不會幫你記錄下來 好那這個是IE的如果你看我們的這個 Google瀏覽記錄的 他叫做無痕式視窗跨條 底下 那麼火湖有沒有當然也有 你找這個地方 在 應該是在工具裡 我看一下 從這邊 隱私視窗有沒有 他是戴面罩的 點下去 都一樣大家都會先跟你說明 這個模式是要幹什麼用的 要幹什麼用的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就比較方便 就比較方便 這樣就 比較不會把你一些 不必要的個人資料就留在那台電腦上 那這樣 你再看就方便很多 好這是第一個 你可以 了解一下的 第二個呢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我們剛剛在 這邊 在這裡 好 第二個呢 拋棄視視窗也是大家一定要會的 因為畢竟現在很多網站都要註冊對不對 你老是用自己的信箱 去註冊 那你也不要怪人家說常常收到垃圾信 對不對 你常把資料丟在外面 那就跟外面廣告信一樣 廣告信 會寄到你這邊 有幾種可能 一個是 別人幫你洩漏的 對不對 網路上蒐集的 再來就是你自己 怎麼樣 常常在 流落在外面的 所以呢 你可以去找這個關鍵字 叫做拋棄視信箱 好這裡已經有了 那你可以找到很多啊 老實講可以找到很多 有 幾分鐘的 有幾天的 甚至幾個月的 你可以自己指定的 都有 我只是比較常用10分鐘而已 10分鐘那就自動銷毀就好了 好那你只要進到這邊 他就自動幫你產生 一組信箱 也就是反正你不是認真的啦 對不對這個網站去我就來玩一玩的 不是很認真要的 你可以看到下面是不是就自動產生一個信箱了 那你往下走 你的信就 有的話就出現在這裡 也就是這個頁面你不要關掉 你不要把它關掉那 有收到信件的時候就在這裡面直接閱讀 好像我們那個線上的那個收信軟體一樣 好那這樣就可以 萬一10分鐘不夠 時間到的話 還可以再多要10分鐘 因為有些動作比較慢嘛 有些網站比較慢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可以參考 好不好 好 只要找根鍵字就好了啦 你要多久了 你自己決定 好 那這個 第二個 看過了 第三個 其實我覺得 他也可以放在必修裡面 因為 你真的會發現 網頁 有沒有有的字很小 我們現在螢幕不錯 我們在教室裡面螢幕很大 24吋的 那今天如果 像這個字 小很多怎麼辦 這樣 這樣 這樣不是比較大一點嗎 對不對 那我從哪裡知道 他有改變 從這裡 有沒有發現在這裡 對不對 你滑過去你會知道他放大了什麼 百分比 滑過去 看到了 那 另外一個比較簡易的方法 你可以搭配 Ctrl鍵 加上滑鼠的滾輪也可以 Ctrl鍵按著 用滾輪 有沒有 不過稍微注意一下 建議各位 你在縮放的這個比例 最好是 四分之一或 二分之一 因為 這跟像素能不能整除 有關係 如果你用滾輪比較容易出現 比如說110的 像我現在假設我用滾輪的 125 再往下 110的 這個就沒辦法整除 那所以有些時候你這樣看 尤其看中文的 字會變得比較模糊一點 所以你用那個四分之一 或 二分之一的 125 150 175 這樣的比例 事實上看的字會比較銳利 比較銳利一點 這個是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快速鍵是哪一個 Ctrl加跟減 鍵盤上的 Ctrl按著 你加上什麼 數字鍵盤的加跟減 或者我們剛剛講的 Ctrl按著加上滾輪 滑鼠滾輪都可以 那這個對 你千萬不要用那種什麼 很多網頁不是有那個 大中小嗎 像雅務 特大 可是那種放大的其實都不夠 就是 那種放大都是比較局部的放大 有些他真的沒有放大 所以效果比較差 你就直接用流氧器內建的就好了 那這個呢 不管 IE 火壺或Google 都有 內建就有了 內建就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最後一個我們再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所謂的固定分頁 剛剛有稍微提到那個分頁管理有沒有 就是那火壺的 你就載入的時候怎麼樣 還沒有點就不要載進來 那 有一個 你可以參考就是說如果某些網站 你覺得我比較常用的 我不希望我不小心就關掉的 其實你可以按一下右鍵 有沒有叫固定分頁 這個在IE也有 那麼他就會固定住 這樣子呢 有沒有發現長得不一樣 在這裡 有沒有 他會縮起來 可是他的好處是 你看滑過這裡有沒有一個叉叉 可是滑過這邊會不會有叉叉 所以就不會被不小心關掉了 再了解 而且他會怎麼樣 會固定在左手邊 你看我再做一個 這個我也加上固定分頁 有沒有發現會擠在這邊 我這個要拿過來 就不行 也就是他會把你固定分頁的會集中在左手邊 統一管理 這樣你不會不小心關掉 那麼我們在這個火壺裡面也是有 假設這個要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他有一個叫做丁選分頁 名詞不同而已 但是功能都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覺得這個 真的都不要把我關掉 你就是利用所謂的固定分頁 那他就會把你留 萬一不要了 就按右鍵 取消分頁就好了 他就恢復原來 有沒有 按右鍵 取消 他就恢復原來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原本的那個調整的方法 直接去做 所以這個 幾個選修的部分 給您參考一下 第一個 無魂式視窗那種 您要會 因為去不同的別人的電腦的時候 因為有些時候還是有這種需求嘛 所以呢 你要怎麼樣知道去保護一下你的 基本資料 就不要留在人家那邊 第二個 拋棄視訊槍 不要忘記的 還蠻好用的 第三個 放大縮小 內容的放大縮小 加跟減 Ctrl加跟減 還有什麼 Ctrl加上滑鼠的滾輪 也可以 最後就是所謂的分頁 固定 要怎麼去把它固定下來 好